我们今天来讲 包括我自己来思考 就是说房子啊 一套房 尤其是在金融工业重镇城市 金融科创工业 就是一线和准一线 以及你的区域的中心城市 或者说 这个在这些里面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在三四线城市就没那么明显 那么有这一套房意味着什么 在这些这样的城市里面 有一套 有一套这样房子 有两套 有三套 有四套 有五套 意味着什么 是个什么意思 这是房产 说最简单 它可能跟古代有几亩凉田 差不多啊 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因为我就想就是说 在我举个例子 在一个工业 我觉得我苏州这个城市 算是里面比较 准一线城市 或者说合肥 也是个准一线城市 武汉也是准一线城市 在类似这样的城市里面 有一套房 首先就意味着 你不用 你在这里工作的人 不用付租金了 你就活在这边 生活成本低 对不对 不用给这个租金 有住所的 对不对 这是最直接的 有住所了 不用给租金 那么 你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 我说是2000块钱 一个家庭 2000块钱 每月的这个租金 就免掉了 水电成本都会低嘛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一个家庭的收入 我们取一个 两个成年人 我们 算好一点 一万 两个成年人5000加5000 5000元以上收入的人口 可能就只有 我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不管了 我这个 我 你们自己去搜 那么 1万 省了这2000 那他每个月可以 就相当于 本来 就更加比 对比就是8000 对比 1万 你没有这套房子 就是月收入8000 有这套房子 就是月收入1万 明白吧 相当好理解 那么 你扣除 1万块钱扣除了 你的生活 子女教育 各种各式各样杂七八糟的费用 我算他能省 省个 就省5000块钱下来 我现在能省5000块钱 那你们差别就是省3000和省5000的一个区别 这已经是相当丰饶的家庭了 这已经是相当丰饶的家庭了 看我视频的小布尔乔要意识到 在中国两个人都有5000块钱的收入 这已经是相当丰饶的 相当丰饶的家庭了 内心有安定感了 有一套房 就意味着 人家有这两份相当好的工作 你就可以攒5000下来 而不是攒3000 这里面差额 就差不多是这个差额 我觉得差不多这个差额 日子过去 所谓的日子过去 那你 要交着2000块钱房租 然后只能攒3000块钱一个月 攒首付买一套房 首付最小的房 首付60万 那你要多少个月 除位200个月 200个月 200个月是多少年 那么这个首付都是遥遥无期的 这几乎不可能 almost impossible almost impossible 那这个大房子 那时候凑30个月 那要多少 30万 首付30万 那要凑100个月 100个月差不多是8年时间 8年时间 而且这已经是这两个人 已经 已经情投意合 互相 抱团了 你光靠一个人 那就是1500 1500 一个月省1500 那又是 200个月 就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说你想留下来 想要留下来 如果你没有一套房 就是我们这里 也相当于告诉你就说 如果你没有一套房 你在一个这样的准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或者说三线城市 拿这个 已经算不错的5000块钱的薪资的话 你想留下来是几乎是 200个月吧 你也斩首付斩200元 你如果你家里 父母不给你准备一笔钱的话 我们说农二代 其实就是农二代子弟啊 农二代 甚至说好一点农三代子弟 如果你的父母农三代 你上面那个农二代 这个农不是指农民 指的是就 进城物工人员的农民工二代啊 农民工二 农民工的本质是工人 农民工实质是工人 就是产业工人 他进来之后就是 逆进城了之后 是不可能进去种地的啊 就算你在 你在老家种地 那你那个土地 不是你自己所有的 所有权不是你的啊 你也不能算是 这个土地也不能买卖 也不能就是说 就是兼并的 那你实际上就是 集体的啊 农业工人 他在村则是农业工人 进城了则是工业工人 工业或者服务业工人啊 农民工实质是工人啊 他这个农字是 是他的来源 他来自于农业 农业产业 农业产业 agriculture industry 农业性的产业农业性的工业 你明白吗 我们我们国家农业 他其实农业工业啊 因为他不是那种封建土地所有制 不是前现代的那个土地 或者也不是那种资本主义的那种 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 不是这样的 如果说是不能把我们国家农民 他实际上就是农业工人啊 这一点要讲清楚 那么这样的呃工一代 实际上是农民工一代 他下面这个农民工二代 农民工三代 我说了 他如果说他的祖辈没有积攒这么多钱的话 那怎么办 那靠信贷靠杠杆 靠信贷杠杆的话 总归有一部分这个擦屁股的啊 就比如说炒股炒期货啊 搞小贷 或者说这大那种 就是放贷公司里面去 反正就是就是你懂了 就丛林法则那一套吧 搞丛林法则那一套 你搞丛林法则那一套的话 那这里面顶多一部分人 是而且这个比例会越来越低 这里面能够买得起 夫妻两个能够供得起到房的会越来越少 就无妨就意味着你的收入的盈余 基本上都要用来 一个是凑首付 还有一个就是还贷款 还贷款 而且基本上就是凑首付 每个月攒的钱 到之后到你开始还贷款的时候 又是加倍的 又是加倍的 你明白吗 又是加倍的 double 你凑首付 如果说你 你三千块 你两个人三千块钱一个月 你凑首付买那个房 后面 你的还贷压力 基本上啊 基本上都是 你买太小的话 就不符合他们的预期 因为他会 你自己的预期都会觉得你会往上走 那么这是前十年的 他会凑首 凑完首付 可能每个月三千或者五千块钱 凑了一个首付 但是他还贷款的时候 每个月就是要有七八千了 几千八千 这个很夸张的 很夸张 他可能月收入总和一万 但是他有个相对好的预期 觉得明年家庭总数是一万二 或者月收入一万三 扣掉这个 剩个六千块钱 或者扣掉这剩五千块钱 他觉得还能活 一家三口还能活 磕上一点 省时间用没 他就还能活 那么这个就导致消费萎缩 当然导致消费萎缩了 消费萎缩 然后经济循环不起来 然后会导致就是 经济会停滞 经济会停滞 明白 这个就是 如果没有一套房的话 如果你有了一套房 就这些东西就不成问题 有了一套房 有了一套房的话 就不成问题 有了一套房 而且你 某种意义上你获得的 就是 迁徙权 其实某种意义上 你获得的一个迁徙权 这隐含在里面 因为你可以把你这套房 租给别人 租给别人 然后你自己另在 另在一个更好的一个大城市 比如说你在苏州的 你的房租出去2000块钱一个月 然后你跑到上海去 上海去你租柯山一年 租个3000块钱一个月 但是上海的薪资 和你在苏州的薪资 可能里面差了2000块 这样你的薪资就赚了1000 或者不止呢 3000到5000 甚至同一份工作 在上海的工资就差很多 就比如我嘛 我之前在那单位 就普遍的要差2000块钱 那么就 如果说甚至主管的话 它就差得更多 或者有的行业是 就是你所在的城市没有的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 你把你 你在 就是发展权的转移 你知道吗 这个叫发展权的转移 你可以 当然说的 这个发展权 你可以 当然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 那从三线城市过来到 到这个二线 强二线苏州的 这么一个 一个人 他租了我的房子 他一家租了我的房子 他我也是 是我来提供给他的发展 或者说他兑现他自己的发展权 他花2000块钱一个月住在我这边 那他就是把我抬高了 那我就这2000块钱 再加上我工资增长的部分 拿一部分出来 我就可以在上海住 这种情况 其实是挺普遍的 挺是存在的 相当普遍的 发展权的一个 一个 不叫转移吧 其实是 某种意义 那你要想 就是说 如果有公租房 如果有公租房 只要500块钱一个月 500块钱一个月 他一家人就住在公租房里面 那他在1500块 就可以用来他的子女 更好发展 他这个 丈夫妻子更好的发展 那么我们叫说 这个房租 他为什么归根结底是 他其实是 你一套房 比如说你一套房的 价值是 200万 你到房产的价值是200万 市价是200万 但是你脱手的话 可能要打个折扣180万吧 我举个例子 脱手 180万 那你租出去的房子 相当于这180万 转成什么 转成投机性的资本 就是放贷 放出去 就是那个平均贷款 利率啊 民间的 我们说的民间平均一个贷款利率 民间互相拆解 民间资本间拆解 贷款利率 这个利率呢 他决定了 决定了你这个租金是多少 事实上决定你的这个租金是多少 你明白吗 你100万带出去 如果你带一年的话 7个点8个点 8个点 你算8% 除以12 除以12 不到1%吧 那就是 那么就算他1%好了 除以1% 哇 1.8万 我可能有点太太那个 太自信了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 不是平均贷款利率 就是这个 应该是这样的 我搞错了 应该是搞错 应该是 工业资本的 它的殖利率啊 工业资本的殖利率 工业资本的殖利率 这个就很有意思 那么国内房租特别低吧 工业资本殖利率 会和这个租金呢 形成一个平衡 我这样会和他形成一个平衡 那我们不能算 我们就不能算是 银行业或者是 那个金融的 我们不能算金融资本了 我们不能算金融资本 因为这个算出来 数字是错的 不能算金融资本了 这平均贷款利率 要放 这个应该跟他搭配的是 工业资本的殖利率 180万的房 200万脱手出去 180万 或者甚至要打折扣 你极致脱手的话 150万 150万 那你 这个资本投入到工业生产当中 他的盈利率是多少 百分之几 然后再给他除一个12 除一个12 就基本上等于你的租金 一般是这样的 否则就是 而且这里面要考虑到就是 机会成本啊 还有什么什么门槛 这些东西的 所以我们要这样说的话 就是说 你能把一套房租出去 然后吃这个租息啊 它本账也是资本直立啊 本账也吸血 本账是资本直立 但是有人说 那我 我这套房本来是我当年供下来的 我自己供下来的一套房 我现在把它租出去 甚至说我一边供 一边租 边租边供 我拿租金再加上我自己的钱 去供这套房 那我算不能吸血 当然你这个这个归根结底呢 是银行把这个利息赚得去了 是银行赚这个利息 对不对 你抄钱 银行占赚里面的利息啊 他这个房产本身的市价 如果你一次性还清的话 他这个利息少很多 银行占这个利息 那你还的这个 供的这个月供里面 好多是给银行的利息 他有他的增值率 没错 那你说我收了租子 其实最终是银行吸走了 那我们要甚至 那我们要说 那你至少做了一个 吸钱的管道啊 你的出租行为 至少一个吸钱的管道行为 吸钱的一个管道 你是个吸钱的管道 明白吗 在这个意义上讲 你是促成了 促成了这个银行有钱可吸 因为如果 如果你不租出去 没有这个租金 甚至以租购 以租来代购的啊 来来作为这个 那你就要意识到 你要意识到 你之所以能够 购得起这个房子 甚至我们这样说 如果你在买房之前 你的钱是不够的 你带了一笔款子 你你你自己也没有能力还 自己也无能力还 无能力还这个月供的 你自己是没有能力还月供的 你 我们假设 我们我们这样想啊 我我告诉你 为什么这种行为 它同样是剥削性的 因为你比如说 这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里面有100万 就100套房子吧 我举个例子 它这个小城市 100套房子 那有一个 有一个投机者 如果有个投机者 他从银行去贷款 他从银行贷款 把100套房子全买下来 全买下来 然后去租 然后租出去 然后都租出去 租给100户人家 你说这种情况下 那这个投机者本质是什么 不就是银行吗 它是和银行是同一种 同一种 同一种人 明白 它其实就是银行的 这个投资部门 银行投资部门 所以这些 你从银行贷的款 然后买了房 然后转租给别人 用别人的租金去还银行的钱 它实际上就是 你就是银行 明白吗 你就是银行 你做这种事情 你肯定是有利益动机的 肯定是有利益动机的呀 这个利益动机 无非是一个 就是它让不亏 还这个款子不亏 另外一方面 它地价会上涨 地价上涨 地价上涨得到的好处 你说我租房子是可怜的 不是 你这个房子如果 如果这个城市里面 100套房子不租出去 没有人家在这里工作 在这里劳动 创造消费 创造这个工业产品 成果出来 你的你的这个100套 根本一分钱都不值 你一分钱都租不出去 我说的要以你这个平均的 这个工业的那个利润回报 才能支撑你的租金 否则这资本就转 转过去投 投在工业里面了 了解吗 所以 你唯一一种说 你的你转租出去 是怎么样 我我跟你讲 你一个租房者 你一个租房者 租给别人 租给别人 拿别人的租金 是去还贷的 你说你这个这个行为 是完全是天经地义的 有一个办法 是你做到这个天经地义 使你做到是完全是 完全是就是 没有占人家便宜 什么做法 你就是你的房价上升 房价 房价上升的那部分 你如果你是不劳动的 租住在你的这个 就是有前提 你你不劳动 或者你不在本地劳动 你不在本地劳动 你不在本地通过劳动 推动这个产业的一个进步 城市的一个发展 而是租户 它在劳动 在发展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房价上升那部分 要给这个租户 不是给你 要给这个租户 不是给你 你房子十年前是一百万 二十年后是两百万 明白吗 那你应该把这里面 插了一百万给人家 给这个租户 就相当于说 你租给他 你要类似于这种 就是说 你租满我多少年 到时候你付一个 当时的房款 你就可以住进来 这个房子就归你 明白吗 了解吗 因为他 他的劳动的那一部分 让房价上涨的那一部分 和他的租金是等额的 实际上是等额的 他带动这里的工业 这里的产业发展 这里是产业发展 体现在你的这个 房价本身的提高 带动的这一部分 和他给你的租金 就是一个东西 他既然已经给了租金 那么十年过后 二十年之后 他就有权利 以原价来买你的房 理论上是这样的 理论上是这样的 因为他劳动 你不劳动吧 你明白吗 就是说你这个 把房子租给别人说 拿了人家钱去还贷的 那我告诉你 你是还了贷款 银行赚了利息 你想受的地价 他呢 他什么都没有 明白吗 你其实你什么都没做 银行其实 你老实说 他吸了这个利息 他也是完全增值性 但是银行背后是国家 国家拿了这些钱 是去发展更重要的 有国家计划 军事战略 去发展这些东西了 他回归到整个 整个民族 你拿到这些资金 你拿到这个地价的上升 200万到200万 你的这个房屋 或者土地的价格的上升 中间的这个差额 你干什么去了 个人享乐消费 你有本事把这100万 就是有本事 所有的租房的人 房子租给别人 拿了这个地价差额 不仅拿了租金 还拿了地价差额的人 你说你这个租金 是回到你自己 本身的原始积累 是回到 我买房的时候 签了贷款 他还掉了 我没有享受这个租金 但是你有本事说 这个土地的增值 这一部分 你有本事 你作为一个租房子的全体 就一个城市里面 就是出租房屋者 所有出租房屋者 有房子租给别人的这些人 你把这些钱 全攒到一块去 然后去 去作为社会福利 作为社会福利 当然这个社会福利 一定是要给劳动者的 如果你自己 也在另外一个城市劳动 那么他们的这个当地的也这样做 你是互相互 互相配置嘛 我在这个城市劳动 那是我的房租 在另外一个城市 出租 出租给我老家的谁 那么我 我的地价的增长 这部分 有什么怎么样 明白吗 you understand 但是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现在的矛盾 就是说你只能 这个存量 存量里面的地价增长 你只能收交易税了 只能收交易税 交易税 还没有收房产税 只能收交易税 所以这个 这种不合理的资本增值 就吸到这个血 那么 就是这里就 也告诉你 为什么 就是说 你一个投机者 可以把城市里面 一百套全买下来 而不会有其他的 因为地价被 一下子拉得好高 人家买不了 人家十年二十年买不了 就是把它塑造成一个 一个 没法买下来 其实我告诉你 房价的刚需 更多的是 我们这个 就是 我们的大财政 家庭财政的目的是 家庭财政是房租 是房租支撑的 大的财政是房价支撑的 这个东西 我们不能讲的特别 特别的清楚 我希望你能够自己来想一想 家庭财政 好多家庭财政是靠 靠租金支撑的 特别城市小布尔乔亚 他就是从这里面 但是这个地价的溢价 因为政府不太好拿 有交易税或者房产税 现在交易税的话 可能有一些 房产税的话基本上没有 那么 就是 城市的财政当局呢 他往往只能够通过 就是建新的房子 然后新的房子 地价和你是一样的 和你是一样的 一样的地价 就占你这个地价的这个便宜 然后在这个交易里面拿走一定的份额 拿走出浪金啊 或者怎么样的啊 交易税啊 或者各种什么注册税费啊 什么的 拿走一定的份额来支撑他的财政 这个财政呢 来支撑呢 包括当然财政不仅仅是这个了 来支撑他的公共服务啊 公共服务和人员开支 我们这里也讲 讲明白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始终要讲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 你辛辛苦苦打拼 一辈子 然后买了他房 然后还贷款的时候 然后 把这个房子租给别人 吃别人的租金 这个 这个背后有一个 其实有一种不义 因为如果地价是涨的 如果是 如果这个地价是涨的 如果说地价是亏的 那你 那你 长远来看这个地价是涨的 明白吗 就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逻辑 这个地价应该 哎 我说这个游戏 十字球是讲 如果这样玩的话 哎 咱们不说了啊 咱们不说 其实 其实就是 如果这样 你就你就把你理解成 是个银行业务员 银行资本的业务员 你是他的管道 或者你是他的走足 只不过 只不过那个 激励你去 这样做的 就是对于这个租户 敲骨吸髓的 不是银行的 这个管理的那个命令 是你自己的 就是 利益动机了 是你自己的利益动机 啊 啊 你自己在另外一个城市发展 啊 要更多的钱 你自己的父母家人 啊 小孩的教育培养 就是往上面爬嘛 需要更多的力量 那你就吸他的 你有这个利益动机啊 啊 你不仅吸他的这个地 这个 这个土地增值了之后 这个利益也还都在你手上的 啊 有点吗 you understand you have to understand 你就不要拿这个东西来开拓啊 我实事求是想 那么 我们要讲的是 回过头 如果你这个房子不租给别人啊 你只有一套房 但是不租给别人 不租出去 自己住 那还有什么好处 还有什么好处 还有什么好处 就是直接 首先你有了户籍 啊 你有户籍 你直接有了户籍啊 然后你当然还有婚恋市场的优势 婚恋优势 啊 组建新家庭的优势 你如果是单身的话 单身的话 你有婚恋优势 因为 呃 来城市里面的劳动者 有好多是无房的 那你 结了婚 啊 你的另一半 他也有房了 啊 你的子女就直接出生在这里就有户籍了 啊 享受医疗教育 什么是呢 医疗教育 呃 是这些东西有所拉平 啊 在某种意义上有所拉平 但是呢 总的而言呢 就是说 比如说你买一个社区 社区医疗保险 如果你 如果你是妻子是做家庭主妇的 买社保 自己自己交社保一个月一千多 太贵了 那就说 那就那就把钱攒住 啊 有时候 那我 那可以买社区保 只要300块钱一个月 300元一局 啊 我本本地的 甚至可以买 有那种什么专门的那种什么 什么险的 就70块钱一个月 甚至70块一年 我苏州好像有个福利的 我 我老爸好像跟我吹油吹油吹过的 是一个重机险 反正就是很便宜的 那么这些 这些优贷呢 都是 无防的这个 来自于其他城市 其他地区的这个 但是在这里工作 劳动的他的居民享受不到的 那这些 这些实际上都是公共服务了 但是呢 这些公共服务 又归根结底是从啊 你说 所有的税费 所有的劳动成果里面 那就是 是这个城市里面的所有人的努力 啊 所有人努力 甚至说不仅是这域内人的努力 还有域外的一些 域外一些人员 他的努力啊 所创造出来 公共服务的生产者 也没办 不住出去的话 自己住的话 他也享受这好处 享受这好处 你更不用说 他在小区里面的那种 日常的那种 日常事务 对于日常事务的一个话语权 话语权 就面对公共服务 生产者 面对公共服务生产者 你说我是本地的 或者怎样的 话语权都不一样的 不仅是面对小区里面的 你说你的 而且你 我我根本要说 不出去的话 你还要相比啊 相比无房者 相比无房者 你有更多的这个 工作 对于工作的期待 你的工作期待可以上升了 或者说你可以下降 你对薪资期待可以下降 但是对工作的那个 感受 对工作的那个感受 你不需要压照自己 不需要对老板舔皮鞋 就是 阿谀奉承 因为你有后路啊 因为你有这个后路 这个后路我甚至可以说 你 这个后路 这个后路啊 甚至可以说 你可以把你这个房子租出去 两千块钱一个月 然后你自己再去住一个 一千块钱一个月的一个小房子 住一个一千块钱一个月的小房子 然后你就有一千元的现金了 就白嫖了 你不劳动你就有一千元现金 你说啊 这个反正是我的自欺 是我的好处 不管了 那这个东西你无限无限收了 我刚已经讲了啊 我可以租出去的话 就是这个后路啊 有一个租出去的后路 哪怕你不劳动 你可以吃这个 哪怕你不劳动 你可以吃这个 就甚至就是有一些炒房客 他就是这样 他自己租一个很小很逼色的房子 但是他有好几套大房子都租出去的 啊 吃这个 这个 租金 这个 这个情况也挺 有的 肯定有的 梅西明曰 孩子上学了 我究竟找一个住在那边 小子要死一个房子 大房子都租出去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呃 不住出去 对 那你这样就是你的工作期待 还有你就说 还有你有本地户口 你在一些就是 不仅是这个日常事务话语权 还有个参与权 参与权 你考个什么街道的 或者说什么 你就更容易啊 更容易 无论如何 你就好像就扎了根一样的在这里 啊 有有 俨然有造学能力一样的 所以这一套房 我这我实质求是讲 就是说 当你有一套房 而且是一二线城市 有一套房的时候 然后你出去 劳作 唉 那么这个就 这个可以说 就从事实上 从事实上 啊 你和 你和 没有一套房 没有一套房 和没有一套房 没有在你的工作城市 和那些没有在工作城市 有一套房的 啊 或者说 有一套但是正在还款 有一套 但是正在 正在这个大量还款 啊 大量还款 透支性的大量还款 啊 都肯定是有差别的 啊 有差别 甚至这个差别 可以说是 就是我们我们甚至 这这种叫小有产者的差别 小有产者 你这个房子就是 而且是 在你名下 或者说你父母 还没有不转 当你名下 实际上是供你 供你支配的 那么 这已经是个小有产者了 已经是个小有产者 已经是个小有产者 明白吗 就是这生产资料 它生产资料 它是生产资料 它可以让你在 在劳动环节里面的地位 话语 分量 在劳动环节里面的这个地位 啊 以及包括劳动过程本身的内容形式 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啊 你的劳动身份发生一个实质性的变化 you understand 你会更轻松啊 那么就可以说过上所谓幸福生活了 有的这套 一个 二三线一个中心城市的一套房 就是过上所谓的 幸福生活的 那一般的 一般的普通老百姓 他就追求都是子女 可以 那为什么一定要在二三线 或者一二三线这种城市呢 或者说至少是你 因为他们有工作呀 里面有工作机会 可以拿到钱呀 有薪资啊 有薪资 有我所说的这个 苦一苦可以 弄到房的薪资 有那种苦一苦 可以弄到房的薪资啊 逼一逼苦一苦 可以搞到房的一个薪资 才有一个上升的 所谓的上升性啊 社会地位或者说 那么这种上升性非常明确具体的体现在你有几套房 当你有两套房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当你有三套房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当你有四套房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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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一个很强大很有诠释的人 有所谓的十五套房的时候更不一样了 我们就分析两套房的这种情况 两套房你自己自住一套 那么首先就 你自己自住一套 然后你额下另外一套 你可以说你是个职业 职业地租投机者 另外一套的话 你就会是个职业地租投机者 其实就是金融资源银行家 当你有两套房 其实你就是个小金融 小金融资产者 小金融资源银行家 很明确 因为你这套 你就是要去投机的 怎么让这个租金上升 你当然情况很复杂 你不可能就是有两套房 还有当你有两套房的时候 你就会有三套 一套是供着 另外一套 是两套 就是说一套是已经供完了 另外一套供着 然后两套都出租出去 这是三套房 两套房的话 很有可能 这另外一套是供着的 这个就分情况 如果你是供着的话 那就是说 额外的是那个样子 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你单有一套房 这套一套房供着 然后你去吃人家租金 来还你这个月供 这已经是具有某种剥削性了 因为你把地价的增值拿走了 你把他这个劳动活动 推动你这个城市的 这个繁荣 景气的发展 这个成果拿走了 然后 你不这样搞 你就是说 你有两套房 你自住一套 你又享受那么多 劳动地位实质性的优势 然后第二套房是这样 租出去 拿租金去还房贷 那也是一样的 实际上也是一样 是两种情况的合并 明白吗 这个中间情况就不讲了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现在要讲的情况 就是说你一套房是自住 另外一套房已经还完了 然后去租 那这个时候 你是个职业地租 直立者 投机者 就是要是 就是你就是一个 职业投机商 就是要专门让这 另外的这一套房的 租金就是提升 然后或者说你会 不停的盯着 不停的盯着 你这套房去按揭 可以拿多少贷款 这套房按揭 可以拿就是抵押 这套房抵押 很多很多都是这样的 有另外一套房 把另外一套房抵押着 然后去变成贷款 然后去投机 也有可能那样 和你拿这套房去 同时 很多就是同时租出去 吃的租金 还同时抵押掉 变成资本 然后就去贷款 去投老板的项目 投50万 他给你一年回报 半年回报5% 有这种东西 这个东西 我们不要太熟悉 我认识的好多 财经户的家里 就这样干 他们就会这样干 那么这个都是从 全社会的这个 劳动财富的份额里面 就是你知道吗 割份额 割份额 其实都是就是投机性的 实力性的 两套的话就不用说了 三套的话更不用说 四套话更不用说了 那么我们要说 他还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 根本性的一个变化 就是说 让这个周期 他这个房产数到一定程度 房产数变得很小 变得很多 多的不得了 比如说有15套 这种情况 那有比如说在书中 有15套房 你自住一套 自住一套 那剩14套 每个月2000块 你可以算了 28000 一个月 那你一年就多少 一年就是30万 一年就30万 那就滚起来 你知道吗 你这个资稀本身 他就开始滚起来了 他就滚起来 那说一个人有14套 那和14个人有14套 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你把这个房子一抵押出去 拿到抵押贷款 你是已经是 还原月供了 你把房作为资产抵押出去 抵押贷款 然后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30万一年就有30万的钱 30万钱 你攒一年 然后再用一年 就再借一年的这个抵押贷款 你觉得14套房子 在抢二线城市 可以带多少钱出来 可以带多少钱出来 我说他特别有良心 他就带30万出来 那两个加起来 就就有就60万 60万他又开始一年就有15 15这个15 才这个60万你你又可以去买一套房呀 又又可以去买一套 又可以买一套 买一套的话 然后就是再加120万 180万买一套房 你们这个游戏就这样玩起来的 你买了一套房 然后拿这里面的租金 去还里面的房贷 拿里面两套的租金 还这个房贷就行了 两套租金 其实两套的租金 他这一套本身也算一套 其实他只要拿之前的15套 14套里面的一套的租金 来还这个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迅速 这数字快速增长 明白吗 这个14套的时候 这个数字是这样的 那你每一年 明年就变15套 后年就变成16套 他如果到20套的时候 他后年就变成22套 在后年就变成24套 这就会实现这个 这这一部分人 他的资本啊 他的这个 如果做地价不跌的话 如果说地价不跌 或者如果说 他贷款拿的这个利率 小于房 小于这个房价的增长的话 他这个游戏 可以变成50、60 你明白吗 就会非常快 所以 正是由于在这个里面 我们看到了 这种啊 疯狂的这种啊 指数增长 这种投机性 才会有 杀不住车 这这样的 这个既得 既得这种利益的 他杀不住车的 他杀不住车的 他们杀不住车的 只能通过 国家呢 是通过行政命令 行政制度 行政命令 来让他们杀车的 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个体现 限购 限购现代啊 限购 我们国家就限购和现代 哪里可以不用私人名下 或者用亲戚朋友啊 的名义啊 他就定个合同好了呀 定个合同 可以可以转让合同 或者一个欠款合同 怎么样呢 就定个私人的一个合同 那么我不知道这个合同 怎么怎么怎么 比如说我让我的什么 表姑表嫂 其实我买的房子 放在他们名下 他们不住的啊 有点 或者说 你长辈 老了的长辈都行的呀 老了的长辈都可以的啊 长辈或者 你明白吗 you understand 只有这个操作起来 数目够大 那这个整个青族 一整个这个青族 都团结在一块的话 这个青族里面25个人 但是他有50套房 你说限购 这个首套房 二套房 你用弄五年时间 都总够搞定了嘛 50套房 但是实际上50套房是20 是实际上是这20 25个人呢 他实际上 比如说3除以3 6个家庭 6个家庭里面的5个家庭 可能就只有5套房 另外45套房 都集中在一个家庭手上 这种情况也是非常 常见的 就是你在的名义 或者你在家族企业的名义 用企业的名义好了 你这个房产 在这个企业名下也可以 所以这个限购现代呢 并不是说 他只是对于小型的投机 小型的这个炒房团啊 他是有这个 有一个持质作用的 一个组织作用 但是对于特别大的 或者是暴成团的 这样的话 就他有好多方法可以闹过 我们说了这个 要降服这种资本主义啊 你们叫降服 降服他 关键就是降服他 降服他 但是还是有 就是文化上 文化上的一个 或者意识形态上的一个 意识形态上 如果失守的话 这个就很难降服了 文化上 意识形态上 如果以 我们最后又得的结论 以这个房产数 来来将人 来把人啊 华为369等 华为这个 什么的369呢 不是财产 而是社会实力啊 社会实力 实力的369 你有什么实力 这个实力 其实就是实力 你的实力就来自于实力 你比如说你有15套房 哎 里面14套房收的租金 或者他的地价的溢价 就不得了了啊 就有就有3万块钱一个月了 3万块钱一个月 那你是不是就足够 他家里面那个小孩 不用劳动了 3万块钱一个月 零花钱 3万块钱 我给他1万5零花钱 另外1万5 怎么怎么地 再去培养他 去教育他 那就是他就做人上能了 明白吗 这个15也是从 什么从2 3 5 8 9 8 10 12 15 这样过来的 也是一串这样过来的 you understand 一串这样过来的 他也是原始记得过来的 那这样的 这种有3万块钱 来养着的一个年轻人 他天然的会 会以这个房产的多少 或者说你的实力能力的一个强弱 实力能力的一个强弱 人家的父母也是拼搏了20年 你的父母也是拼搏了20年 为什么这个他的父母 人家也是一天工作10个小时 他一天也 他说不是一天工作8个小时 或者一天工作 人家一天工作12个小时 那为什么他最后他有这么强的实力 他有这么弱的实力 我告诉你就是资本的随机性 他任意筛选 或者说就是说他们的头脑 就叫叫叫开化 叫叫适应这种资本主义的游戏 我们就玩起来了 敢于去看见这个地价的增长 看见这个能确保 而且有的时候他能了解到他们的圈子 他们的圈子 会告诉他哪里的地价会涨 预先布局 而且他敢于去拿贷款 敢于去拿海量的这个融资 拉很高的杠杆 去勇敢着的游戏 那个地价的增长真的让他赌赢了 不敢赌那些人全亏了 因为这是份额问题 你赚的比别人少 其实你的份额就小了 赚的比别人少 份额就小 是个份额问题吗 勇敢着的游戏 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圈子能够帮你拿到 或者你有铁杆的社会信用 拿贷款 那么就会使得社会上 有产生一种文化 产生一种意识形态 用房产的数目 来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点 这个是完全是错误的 而且这个是对于这个 我们共同体的底线价值 是尤其恶毒的 尤其恶毒的 你这个都弄成就是说 哇靠这个 那这个这样看来 就是这个房产 就如同就是工业时代的地 工业时代的时代的这个 农田了 粮田了 成为这种东西了 那所以有很多这种房产 就像是如同工业时代的地主一样的 因为这个房产很多是要租给 就是工薪家庭的 让他们去支撑起这个城市的工业服务业的 对不对 让他们支撑起这个城市的工业服务业 城市的繁荣 城市的景象 城市的硬实力 软实力都是他们支撑的 那你这个房产实际上就是把他们当作田了 把他们当作作物了 农作物了 把这些人当作农作物 没有没有 而且说 一般租应该租给年轻人 甚至越来越普遍的租给这些家庭 租给这些家庭 而且还 你的年轻人 你自己的这些年轻人 可以三万一个 五万一个 一个月零花钱三万五万的去养着 去所谓的培养着见世面 还给他们各种杜金 杜满了金回来 回来之后 这样公新家庭的子弟 他的教育 又因为这个失衡 钱引入进去了 教育资源分配的一个失衡 他们反而就是没有那些杜金 甚至被杜了铜了 有的被杜铜了 其实他有能力的 或者被杜铁了 被杜签了 其实他有能力的 但是他们就非要 你就分流你就考那个什么 你就上不了 高中普高上不了 这样子弟和他们的关系 和他们的观念 天然的自卑 天然的自卑 天然的就社会关系 被再生产了 从观念上 社会关系 社会地位 那种等级制 隐隐的等级制和鄙视链 等级制 鄙视链 他们的父辈 父母辈之间 这两个家庭的父母辈之间 甚至还有中成恋 中成恋 我们要说的就是说 首先他等 等级制 分配关系 就你是有年轻人回来 我直接公司总裁了吗 这个回来做公司总裁的 这个司机 都不定够格 他拿5000块钱一月 他拿5万块钱一月 薪资 50万不好意思 分配的一个关系 分配关系 然后鄙视链 这些就会鄙视他们 然后 关键问题 现在就是一个中成链 我现在就要做的 就是说 请你们砸碎你的父母辈 如果说父母辈还参与一点 对于对于他们的同理人的这种中成关系 这些发达了的资产阶级的中成关系 你作为你的父母的子女 拒绝中成恋本身的复刻 拒绝中成恋的复刻 拒绝中成恋的复刻 那么拒绝中成恋复刻 首先你要就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 拒绝承认房子越多的人越牛逼 你不承这个牛逼 这是什么牛逼啊 这个就用不公平的 这种投机啊 炒房 钱 有的钱吸了别人的房 这个房租啊 攒起来 或者把房子抵押起来啊 搞贷款 搞贷款 然后去炒房 把房价 拖高 那房价的高实际上是工业产出啊 工业产出的比例 工业产出的那个增值率 才是你 最终提供你房价的 但是房价和租金是挂钩的 是 这个挂钩是理想状态的 但是现在是严重脱钩的 租售笔是 是非常弹性的一个东西 最终租售笔太夸张的话 大家会 dispare dispare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我做的一个工作 就是把这么一个过程给你讲下来 你要意识到 不是房子越多越牛逼的 没什么牛逼的 这个游戏 你 你这个游戏 你玩过什么 虫竹战争 就是flash小游戏上面那些东西 那个东西按比例增长 再点一个建设一个按比例增长 把这个汇到一块去 然后怎么样转起来 这里欠一下 那边就是按比例增长 把这些欠都给赌回了 这个就是个数字游戏 小学生说不定培养培养就会玩 你只要接受过基础教育初中生 那你就要知道这个游戏不是什么本事 不是什么本领 我说的他有两个 一个就是能知道消息哪里地价可以涨 另外一个或者他敢去投机吗 胆子肥吗 另外一个他可以拿到贷款 就这种人呐 这有什么牛逼的 这个牛逼的话他要拿到这些东西 知道这些东西 他付出代价可能是什么 可能原始记得也说可能付出是尊严啊 可能付出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是付出的什么 我不想说他付出 因为说穿了他就在操作上是没有难度的 操作上是没难度 只要你够贪心吧 只要你一直贪心 你就可以一直去操作这个东西 但他不是什么牛逼的东西 他只能说你不太有人性 或者说你的那个人性呢 仅在你眼睛所谓的人性加引号的 他们这些人当然会宣称他很有人性 但他的人性仅在于他的家人的朋友 和他同阶级同地位的 或者说哪怕是下面的苦难中的人 他也是虚伪的去怜悯一下苦难中的人 他完全没有看到他享受的一些好处 他在这个增值过程中获得的优势地位 就是造成苦难的原因 他们不愿意去看到这一点 公共服务城市里面所有的工业服务业 所有的财富是所有人创造的 但是呢就是这些人拿走了 以这个房租 以这个低价增值的这个形式拿走了 所以他实际上和和这个资产机没有查 他实际上就是资产机一员了 一套两套机都算 就看你是不是主动的意识到 如果你是主动的就是这样 我认识到这样 我还是要这样做 那你就是个铁杆的铁杆的一个资本主义者 capitalist 你如果是文化上这些东西支撑的那种享乐性的文化 支撑的那种三万块钱一个年轻人家的生活 那你这个bojour 你是一个那种城市里面过的 就是有一定的产业 安稳的安稳的安逸的那种生活的那种人 市民阶级 波尔乔亚 我们这里 我们最终最终要讲清楚 就不要把这个东西来作为衡量人 划分人的 划分人的 一个一个标准 不是 就是说 不是用来评判他牛逼不牛逼 但是他可以用来衡量一个人的资本主义性 如果他就是说也好 他就事实的 现实的 你把这个东西来划分肯定是有必要的 有工农群众的一般就是一套房 或者说没有房 还在贷款 他有一套去投机了开始 哪怕你这个投机得来收益是还这一套的 他已经算是 除非你把这个地价还给人家 除非你把这个地价还 但是说你如果说是在本城市也辛苦劳劳 但是你要意识到 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差别 就是说你要还要看这个 看你这个地价的这个上升 地价上升的那个差额 那个差额 在多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劳动的 劳动对于这个社会 就是这个文明程度的一个提升 也多大程度上来自于金融的投机的这个预期 有的时候是金融投机预期是个击鼓传花性的 哪里 你有本事就把劳动增长那部分钱还给人家 就是说这个房子一百万 你买的是一百万 过了十年变两百万了 两百万里面 通过全体劳动者 劳动推推进的这个城市的繁荣 可能让他这个顶多可以卖一百五十万 另外一方面是下面的之后的那个 那个加塞的 或是说有就整个金融资产业绩 对于这些房呢 有金融预期 所以让他可以卖到两百万 那你有本事说你对你的这个租户就说 你住满十年 你这个房子就不要两百万卖给你 一百五十万就卖给你 也不要说一百万 因为他毕竟这个 你毕竟有这个金预期的一个金融增值在那边 好了 那你就把这个给他好了 你把这个劳动的那一部分 劳动财生这个地价这部分 给他 那么这个东西没有人测算的 但实际上是可以算出来 实际上可以算出来 就是按照曲线可以算出来 就是说他这个金融预期上 就是他这预估这个 他实际上的房价是超出他的实质价格的 实质性的价格的 那么这个东西 我不是经济专家 我不是经济专家 我不能跟你详书 我无法跟你详书 但是你如果事实上就是要这样做的话 我也不是说就叫你真的是 低价就把这房子卖给租在这边的人了 你可以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 二手房嘛 你可以就是 你人家住了十年了 那你可以打点折扣 卖给他 这样可以减少你的这个 吸血性啊 某种意义上 减少你的这个吸血性 你打了折扣之后 你还是赚的某种意义上 有清醒意识到这些东西 然后我还是再重复一点 不要把有几套房的那种人 特别那种小男小女 自己父母 他靠什么办法 楼到好多套房了 就特别觉得自己特别牛逼 那你 那你就是你爸妈的房产的广告 广告工人了 帮他做广告的了 对不对 你和你父母的关系 是这些房子是你父母的子女 还是你是这个父母的子女呢 我是要打个问号的 就是你的父母 如果是职业资本家 或者说职业就是 人生目的就是以积攒财富为目的的话 那这些财富才是他们的子女 你的人性 你的灵魂和尊严 你的生命的 就是真正朴素的那些价值 真实的那个 那个生命感受 他不是他追求的 这个以上讲 这些二代啊 或者怎么样呢 特别顽劣 或者特别品格低劣 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他们父母真正的那个 真正的心血 是灌注在他的房产当中 15套20套房产里面 而不是他的子女身上 他的子女是个半成品 很多是瑕疵品 很多是就是说 以这种金钱权势 去压迫别人啊 去压榨别人 污辱别人的那种人 那么他们 他们是很落小的 实际上他们很多 他们实质没有他们 他们的实质没有其父母 就是这种如果说 赤裸裸的用这种鄙视链 赤裸裸的用这种 等级制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的这些 二代 其实他相比他们的父母 是很落小的 非常落小的 因为他们父母是真的是创业创出来的 而后面这个只是我所说的 他只要一个小学生的水平就可以了 只要会玩这个 继续按照他爹妈的那个老路 那这个游戏玩的后来一定是玩不下去的 这个游戏玩的下来一定是玩不下去的 地价越投越高 然后这个房产的集中程度越来越高 玩不下去的 然后这个社会购买力 这个房子没人买了 玩不下去的呀 玩不下去的 但就完蛋了 抓下了 最后这个 交易税也收得多 房产税也收得多的 那这些人全抓下了 就22 那他到时候哪有什么现金流吗 因为我我是认为啊 这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 就是说在城市大发展 包括基础建设大发展 需要资金 需要这个盘活 这个社会各种资源 需要刺激这个制造业 才使得用通过房产形式啊 把房子变成一个财富的象征 这是个特殊历史的时期 那么这个特殊历史时期 我们逐渐就要 古德拜了 要要要要和他告别的 我希望啊 我希望 到底意味着什么 到底意味着什么 如果没有的话 意味着什么 如果有一套的话 意味着什么 如果有两套三套的话 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有这个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开始这个 开始跑起来 意味着什么 这个意味着就是说 就会有这种游离的 我们就要说 完全的 实力的 而且这种完全实力 他意味着他不需要接受成人教育 他们都不需要那种成为基本 基本的具有人的道德素养 道德素养和这个精神品质 和这个劳动能力 这个意味着就是你 你比如说十四套房 两万八千块钱 养着一个这种这种人 他意味着这样的完全实力的 这个二代就能够被禅住出来的 这个是要了命的 这个是要了命的 这种要了命的 这种二代呢 他往往脑子里面 永远只有一个游戏想玩 就是继续去 如他父母一样去玩这种数字游戏 借贷 这个增值游戏 借贷投资增值 的游戏 就把全社会的发展成果 楼到他口袋里面通过数字游戏 但是关键问题 他就没有他的 他的父母的那种 艰苦拼搏 他是奢靡享受里面成长起来的 或者说他可以 他就花钱就可以买教育资本 只要花钱就可以买教育资本 学历啊什么东西 就可以把自己包装起来 just by money they could become 就是握有这些符号学的 这些标签的这些人 如果是说 即将情况你给什么 藤校捐个100万200万美金 你就可以去读了 成为一个小的校懂的 明白吧 you understand 这种标签就是花钱买的 花钱买的 或者说你满足他的各种物质 想的欲望 然后再给他教个什么 什么出国培训班啊 他这再怎么你 他能考个什么冷门专业 科尔听不懂花钱买 好嘞啊 论文做不出来 怎么怎么样的 就是说 他不会是完全是废柴 但是他他事实上 他缺乏一个 他事实上 他到了什么20岁30岁的时候 他可能那个心智年龄 和他那个道德劳动精神素养的水准 可能就是五六岁小孩 五六岁的孩子 那个水准的 我见太多了 I have witnessed too many of them 这个都是要了命的 要了命的 因为他没有匮乏 they don't have 他没有匮乏 或者没有真正的匮乏 他第一个可以说 就是严格限制他零花钱 少花 但是这个时候也会糟糕 他心里面知道他自己有很多钱 那这个长久的话 他会 所以我们这种东西就叫做 就是就是这个就是 可以说revenge you know it's kind of revenge you know you understand 就是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两代人就可以看得很明显 可能 特别是就是你只是会赚钱的那种人 而且是通过这种极端的 这个炒房的这种资本增值游戏搞出来的 后代基本上 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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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去跟他们打打交道去试看 或者说他们的他们的后代会有一些在一些特异性的方向 但是意味着他失去了和整个底层和整个这个现实财富的 现实财富生产者啊 现实财富劳动者生产者的一个共情的能力 他们是实际上失去了 我们就说这些人是何不识漏迷的这种人啊 敬惠地 失去这种共情能力 所以 本来你有一套房是想养育孩子 那过度的15套房20套房了 你就把那孩子要宠溺长大了 那这孩子或者说你不宠溺他 但是这孩子知道他家里有15套房 他就拿这个工具要在他的小伙伴里面 我家有15套房 你们都要听我的什么 那又做小霸王 这都是挺糟糕的啊 因为事实上你可以说你的父母被 虽然在经营管理上没有脱离那些劳动大众 所以可能还去建厂啊 或者说在一些单位里面和劳动大众 打脚斗 但是事实上你在这个财产身份上 和你这个家庭人口再生产 家庭地位再生产这些环境里面 都已经和普罗大众是脱离了的 脱离了离离了这些人际关系 你转而去寻找一个布尔乔亚共同体 我告诉你这么一个共同体 一个稳固的这种依靠实力增值 形成的这个团体 它永远不能有它的合法的主流文化 在我们社会主义人民的国家 它不允许有 永远是要受批判的 永远是不能够站到制高点 我可以堂而皇上骂 你们小布尔乔要等级至彼时链 自成级等级至彼时链 中成链 甚至想要把这个中成链 施加到老百姓身上去 这都是妄想 通通都是妄想 那就是 你们可以在一些局部 一些小的 小圈子范围里面实现这种影响 但并不意味着你们就胜利 并不意味你们就胜利啊 好吧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希望大家 能够对于房产这件事情 有所思考 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到底意味着什么 就是这个是个大话题吗 这是个大话题 这是个很很大的话题 大家都关注的一个话题 那我们尤其要想清楚 不要再有幻想去去思考这些东西 它这个东西不仅是用来住 你说最简单用来住 用来住的 那我说不是大家全都 这就是集体注射 稍微个性化一点没 你只要是劳动能的层次里面 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 这些所有的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 专门就造房子 那为什么实现不了这个东西 那需要货币 需要这种啊 就是自发的投机啊 才有积极性 但是我告诉你的背后 有好多自成的幻想在这里面 它这个大家都关注这个大话题 我希望 我希望所有的年轻人 都能够想想看 那么在这一上去你不要 不要给人分三六九等 不要按照资本主义的鄙视链 给人分三六几等 资本主义的鄙视链等级制 给人分三六九等 给人分三六九等 但是始终要承认在社会主义的这个评判价值体系里面 它不是鄙视链 我们这个东西 当然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是个反向鄙视链 这个东西是可以有 如果这个人他意识到了他这里面的不正义性 但是他不愿意承认 不不愿意去回馈社会 更努力的去回馈社会 我们可以反向鄙视 我们可以反向鄙视 你你这个有那么多套房子 你这个西 一个人你这个比如你有十套房你就十套房里面就吸这个 一套房里面两个人 对不对 就二十个年轻人 他的辛苦努力 他每个月的这些收入到你手上了 到你手上你还 你还 你说这啊我拿还对款 好 那那这个就是他们的辛苦努力 那城市地价上升 你拿到这个 地价的这个提高也到到你手上了 对不对 你说说父母那一辈你要还贷款 这是这个银行 经过我 我是银行带着投资者 吸到的这个足迹 那减轻他的 那你就二代 你子女 什么都没有做过 你说这是你爹的功劳 那你说 那我们还用家庭私有制来为一切现实去去辩护吗 那么回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吗 对国家来说的话 你是一个有十道房的家庭的孩子 还是你你是一个没有一套房的家庭的孩子 对国家来说你都是平等的劳动者 但是现实的一些局部的妥协 让你可以去拿十道房 就是不劳而获了 对你来说不就不劳而获了吗 你评论为你父母辩护的目的 难道是真正为你父母的劳动辩护吗 或者说为为你父母拿走的这个地价的增值的那部分辩护吗 因为他们也劳动 所以他们应该拿的多一点 那为什么同样的劳动 另外一个没有房的那个就拿不到这些增值 而他就拿掉 就是因为他当年借了贷款去投机的吗 另外一个没有借款 没有借贷款 没有买房 就因为这个投机的差异 所以他应该可以多拿吗 你去做这样的辩护 我觉得还是 就是如果 如果是单纯的是给你父母辩护 我不会认为你会那么那么齐精 你不会那么齐精 我觉得你更多的是给你自己将来可以不劳而获再做辩护 那么这个到第二代的话又不一样了 第一代的话 第一代的话他这个还少一点 因为他还是为国家做贡献啊 他相当于把这个租金的给给到这个银行 这个银行呢 又又进行变成公共服务啊 或者变成国家战略的布局用的这个钱 但是轮到你的话 你不用还那块 你吃到房 你就不用还那块 那就完全的实力性 完全实力性 那这个情况 你是就是把这个这些房产 就变成你从社会有机体当中抽取财富份额的一个工具 所以房立在那边 他并不会为人类创造额外的加值 是住在那些 你的那房里面被你抽掉 一个月抽了几千块钱 那些现实劳动者他们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他们真的在创造 你当然你可以有闲了 你也可以创造一些微不足道的一些 带着金钱的腐朽气息 或者带着那种脱离人民群众的那种文化格调 高雅格调来创造你所谓的精神财富 然后把这些精神财富 就是我说这些二代啊 他有十套房的这种啊 他们也会洗白 就是创造他们的精神财富啊 精神财富 然后把这些精神财富文化产品啊 文化产品 说的弄的特别贵 弄的特别贵 弄的特别贵 然后再变成他的收入 那么这个我 他收了十套房的房租 一个月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 支持他去做精神财富 然后弄特别贵 他哪怕两万块钱打水漂 一个月占五千 这五千块钱是他洗出来的 这五千块钱是他洗出来的 只要他这个啊 精神财富文化产品是脱离大众的 是脱离大众的 啊 是为实力辩护的 为实力辩护啊 为不劳而获辩护的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洗 就是洗 laundry 就是25%的洗出来的 哎 就这么简单 这个这种 为了洗这个 这个环节 这个环节里面有好多人啊 好多文化从业者 都是这条环节里面去的 好多文化 我们把这个叫文化赎罪券 啊 文化赎罪券 或者漂白粉 啊 啊 你们啊 啊 文化赎罪券 赎啊 不是赌啊 不写了 赎罪券 你以为博写啊 啊 不是跑 啊 或者叫漂白粉 洗粉 文化洗粉 这个东西你们就可以去看了 就是说 家里丰厚的二代啊 他就是创造这些文化 我不有钱 就是啊 他就为了他 因为你这个钱贵 你不是你的 明白啊 啊 明白吧 如果有良好的广泛的公共供给啊 去四分之一的四分之一的租金的那种联租房 你你能收到这个租金 这搞笑 对不对 当然就一定会 就是允许私人租房市场存在 他就是还是要让这些工业资本 他有一些 所以这个 啊 租房市场 租房市场 我注意上他会成为一个和这工业投资之间形成一个互相折冲啊 互相折冲啊 彼此规避风险的一个东西 彼此规避风险的一个东西 我明白啊 这个他他是个现代的资本主义市场啊 或者说他是一个现代市场工具的一部分 但是他规则队里对国家来说这是工具性的 他既然是工具性的他就没有资格生产他的意识形态 这个意识形态更没有资格宣兵夺主啊 去反过来污蔑啊 要爱上哪个他们这文化投机分子的显像就是爱喜欢哪个哲学家哪个冷门的叫冷门的又牛逼的又比试炼了又开始搞起来啊 牛逼的冷门的哲学家啊啊什么什么国内没有介绍的一个什么文化 那么这这种二代呢他就很多都是啊这挤进学术圈挤进文化圈啊 然后去做个冷门人物做一个在在啊西方很屌的但是在国内还没有代言人的占这么位置 占这么的位置然后生产一些精神财富啊 这精神财富之所以值钱是因为他冷门他稀缺他的外国很牛逼 所以他就要高额计价的一场讲座几万块这种东西然后 明白吗然后再把他之前在教育过程中把这个二代培养出来的过程当中啊花掉的钱再给拿回来而已再给他拿回来 他实际上就把这个钱再洗回来啊这个机制我们也讲得非常清楚了 那么围绕这个房子是甚至是可以有一整个这样的循环这个就上海那些 上海那些本上海一些就是本地大学生然后干的好的进那种文化公司做高管的还有学的好的进这种学校里面做人文学科艺术学科的或者说直接去当艺术家的啊 当什么测评论家什么测展人的当这种东西那好多哎他这个文化资本的门槛啊门槛就很高你要进去你就要像别人证明你从小到大就是就是 而且也什么这个史西的这个地租把你熏养出来的养出来的高级的二代然后就可以进进这个东西啊 进这个东西还有他的资金还有个资金门槛你还要额外有一笔资金来证明你不是从啊很穷的这个呃家庭出来的额外一笔资金也可以证明你是虽然你是从很穷的家庭出来的 你有这个有大学生或者有那个文化符号你是个天才但是呢啊你额外一笔资金说明你和金主达成的交易你就是那个金主或者的代言人啊你已经是就是已经是就是认同他们的价值观了怎么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啊他们这套价值观 他们这套价值观其实和那种 陈宗春里面收租的大妈的价值观本质上没有差别他们只是洗的很高很很干净洗的非常干净高雅但是他们的价值观骨子里归根结底适合一个就是说 没有差别你知道吗和一个什么就是收租的那个什么或者什么二房东专门就是吸中间一道钱的那种没有啥差别本质没啥差别所以这些文化繁荣在我看来好多都是他妈的幻象 妄想以及自我欺骗啊同时是一个对外是洗的白了我这个已经干净了啊你们都得承认啊啊一个一个对外一个迷惑蛋就这么个东西好吧 所以我们今天演讲题目就是说从从这个房子到这些文化啊到文化我们就只能讲这个东西从房子到文化 当然他们这个有的钱了之后去让这个子女投机的方向不仅是文化了那么比如说 主要我文化除了文化之外还有还有好多东西 那就轮不到我在这里讲了啊这就是个现实但是说这个现实呢就是说随着房价啊被控制住他不能够在那样现实地的增长 这个这个游戏我认为玩不下去了玩不下去了我觉得这个游戏适可而止 适可而止我希望啊就是这种投机房子炒作地价这种游戏适可而止因为我们实在是 enough we are so go 了好吧